大家好,这里是小鱼厨艺 白菜是餐桌上比较常见的一种蔬菜 因为营养价值比较高,深受人们的喜爱 口味清淡,营养丰富 试了这么多年的白菜,你有没有发现 白菜上面有很多的小芝麻一样的黑点呢 记得小时候帮家里洗菜,小黑点总是洗不掉 那么,白菜上的小黑点到底是什么呢? 能不能吃呢? 今天呢,咱们就一起跟着视频了解一下吧 这种大白菜上的小黑点 它的学名叫做大白菜小黑点病 或者是大白菜芝麻状斑点病 它经常发生在大白菜的叶饼内侧 主要集中在表皮层细胞 少有的也发生在叶肉细胞 大小约为1到2毫米 有的病般呢,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见 简单来说,大白菜上的小黑点 其实是一些发病的大白菜叶饼细胞的细胞壁发生了扭曲变形 并在扭曲变形处聚集了很多黑色物质所导致的 那么就是这种异常细胞壁结构的发病细胞 形成了大白菜上的小黑点 使得白菜看起来斑驳不堪,颜值下降了 那么说到这里,大家都非常好奇 白菜上的小黑点能吃吗? 其实小黑点的程度较轻不影响食用 小黑点严重的大白菜不建议食用 像视频中的这种白菜上的黑点呢 还是建议大家把它的叶子包下来扔掉 第一种情况 绿叶子上出现较多的黑点 用清水能洗掉 这就是小虫子造成的 大名鼎鼎的菜青虫 大家都听说过吧 那就是虫屎之类的 应该是天然造成的 洗掉就行,没有危害 第二种情况 绿叶和白白上都有很多的小黑点 而且这些黑点是洗不掉的 是在白菜的纤维里面的 这是一种白菜病 是由于使用了化肥 并且淡的含量过量使用造成的 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个黑点对人有危害 第三种情况 黑点出现的较大 可以用黑斑来形容 这个是存放不当发生了霉变 最后一点 有黑斑并且变圆变色 有失去水分的情况呢 这可以认为已经开始腐烂了 建议大家别再使用 好了 通过今天的视频讲解 想必你对白菜上的小黑点 是不是有了重新的认知呢 如果你感觉视频还不错的话 记得点赞收藏 转发哦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再见 再见